晚上好可以听见老师声音看到VVD在公屏给我一个反馈谢谢 哈喽大家晚上好 好久不见对大概有一周时间了 我这两天眼睛特别不好感觉看这个公屏里大家这个反馈 看的不是很清楚所以说还是把眼镜戴什么不要影响我的教学水平 好了那么今天呢是咱们这个万次班第六季复习课的第八节课了 然后呢咱们还是老规矩来复习一下上一节课我们讲的这些单词 大家公平打一下这些单词所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中文的含蜜 像一个初中生谢谢就当你是夸我了 好了首先第一单词ignite说一根蜡烛燃烧了一夜 嗯没错同一词kindle我们说kindle你这种阅读的热情对不对kindle writing interest ok所以说这边vessa表示是燃烧点燃的意思 好点燃第二单词scorch烧烤吃scorch scorching heat ok所以说它表示的是烤焦烧焦烤焦烤焦 好第三次啦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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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半里入睡 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 嗯安静入睡啊安静入睡好再往下下一个单词gallible gallibility啊傻了巴了几啊虽然空耳这种就非常 是个gallible的人对吗然后呢非常傻经常被人骗 什么诈骗电话啊一片一个准 哎没错它表示的是轻信的一片的啊轻信的一片的 第五单词muse啊muse 我们说在天空当中呢有这样九个文艺女神啊 我们说文艺可代表 所以说啊这一单词它跟文艺相关 比如说咱们的museum 我们的这个博物馆或者是music音乐 嗯没错它在表示是沉思的意思啊 在图书馆啊sorry 在博物馆当中去沉思啊 看到一些画作呀或者一些艺术品啊muse OK好下一单词blur 老实上的课程给大家就看了这个美图秀秀当中的一些英文 那么其中有一个功能呢就是blur blur your background 怎么样你的这个背景啊 嗯模糊虚化对不对 模糊虚化叫做blur 好下一单词purge 我们说这单词词跟他叫pure pure比较纯净 那么purge作为动词的话 它指的就是嗯进化啊进化 好第八单词flamboyant flamboyant 火焰男孩对吧flame表示火焰 那么boy是男孩 火焰男孩 大家看到那个穿的花里虎哨的那个男孩的图片了 对不对 虽然他表示的是小马哥什么鬼 哎艳丽的艳俗的啊 花里虎哨的没错啊 花里虎哨的艳丽的艳俗的flamboyant 第九单词parch parch 怕湿 那怕湿就没水分 没水分就怎么样呢 屎干枯 没错吧 动词屎干枯parch OK 好第九单词啊 第十单词contemplate contemplate 那么这单词呢 我们说一起在寺庙当中 做的这样一个动作叫什么呢 哎没错 它表示的也是沉思 对不对 沉思仔细思考 嗯 在寺庙当中啊 进行了这样一个活动 好没问题 再来一组继续往下啊 下面一组第一单词 sprout sprout 我们说spout 表示的是喷发 对吧 射出这样的感觉 那么中间叫了一个字母r 我说r呢 这个形态特别像我们 英文当中的这个 就是这个 一个小牙牙的形态 对不对 哎 小花发芽了 没错 所以说 喷出了一个小牙牙 喷出了一朵花 sprout 表示的就是发芽 没错 好 第二次 um obbit obbit 那么说 这个via呢 它其实 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的是味道路 我说 哎呀 千万不要走这条路啊 为什么呢 保延路啊 避免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不要走这条保延路 避免不好的事情发生 哎 没错 所以说 它的同一段就是最简单的avoid 阻止 避免 阻止 避免 好 第三次 convoy convoy 还是路 怎么样路呢 一起上路 师徒四人一起上路 保送护航 唐僧西天取经 哎 没错 所以说 这单词表示的是保家护航 同一段词 ask court 嗯 好 下面这些是mushroom 上级科老师 大家讲了很多很多这种 名词 活用 动词 用法 那么其中 mushroom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 对吗 我们说有中文一个短语 叫做 如雨后春笋一般快速的猛增 对不对 那么在英文当中 这个春笋呢 就变成了mushroom蘑菇 因为蘑菇呢 你要是把它放到一个 密闭的 或者是一种非常好的 这种环境当中 它也可以 一夜之间长到很多很多 呃 形成一个裂变 没错 同一天起 rocket 像火箭一般快速增长 好 三文下 下个单词 dense dense 那么这单词呢 其实我会在讲这个spurs 单词涉及到的一个反译词 对吧 哎 没错 这单词表示的是 浓密的 稠密的 那它的反译词 来讲一讲 反译词怎么去说呢 像四面八方 怎么样呢 分散开来 那个词根呢 表示的是spread scatter 像四面八方 分散开来 哎 没错 那么这个单词叫做spurs spurs spurs 同一地话 好 再往下 下一个单词 split 还是跟sp开头相关的 那么sp呢 它都跟这个 分裂 对吧 然后呢 发射 喷出相关 那么这个split 后面这个lit 大家可以讲是 little into pieces little into little pieces 变成一块一块的 很小的碎片 所以它表示是 分裂 分开 比如说分手 叫做split up OK 分手叫split up 好 下一个单词 aspers aspers 那我们说这单词呢 也是分散 怎么去分散呢 加强去分散 说那些你不太好的话 嗯 加强去分散 扩散那些跟你相关不太好的话 它表示的是重商诽谤 没错 重商诽谤 aspers 好 再往下 下一个deviant deviant via还表示的是way 道路 那de呢 表示的就是 away 离开正常道路 那你就是个非主流人物 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叫deviant 没错 它表示的是变态的 变态的 异常的 deviant 说这个人 真是个deviant 真是个变态 对不对 好 下一个是exude exude 那我说意表的是out 向外 那么这个虚虚 对不对 向外虚虚 大家想想 你虚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嗯 没错 表示的是 缓慢流出 缓慢喷出 慢慢的向外去虚虚 缓慢流出 好 最后一单词 wolf thumb wolf thumb 像狼仰相下去怎么样呢 吞咽吧 没错啊 所以说这单词 表示的是狼吞虎咽 wolf thumb 同一句话题呢 就是我们的devoir 没错 亮的同学记得很好 devoir 投机机 OK 好了 以上呢 就是上一节课 我们讲的一些单词 你们俩简单复习一下 然后呢 进入到咱们今天了 这一个单元 这个星期的单词学习的复习 好 首先呢 先告诉我 是来一组这个中英配啊 我说英文 你说中文 我说中文 你说英文 好 首先第一单词 glimmer glimmer 打一下它所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中文的含义 那我们都知道了 gl开头单词 都跟什么相关呢 嗯 没错 大家说 它表示的是闪光 而且是什么样的光呢 是不是微微的发光啊 嗯 发微光啊 没错 glimmer发微光 好 第二单词 肉体的肉欲的 肉体的肉欲的 来想象啊 跟肉相关的这个词根 是哪个 哎 没错啊 注意一下篇写 它叫做carnel carnel carn这个词 跟carn 它表示肉的意思啊 待会老师 给大家具体来讲一讲 好 第三单词 caltry caltry 哎 没错啊 它表示的是 你看 销销销 风骚的 还有什么呢 潮湿的 对吗 风骚的 潮湿的 caltry 嗯 我怎么感觉大家好像 这个单词记得有点 是不是已经开始飘了 遗忘了 闷热的 风骚的 对 没错 这个忘了是吧 好 那么 接下来 下一单词 带着老师 大家好好复习一下 下一单词 wilt wilt 没错啊 它表示的是枯萎 枯萎 就是大家看到了 不会都不会 对 这个可能这单词 就是讲的时候 记得不是很深 就是大家全都忘了 是吧 表示可以理解 不是 你看 这个谁啊 这怎么起的名 老师一个字不认识呢 风骚同学 这个注意的拼写 它叫做 wither 多打了一个 应该是 这么奇怪的 多打了一个h 对吧 注意一下你的拼写 好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单词 首先跟老师 从这个glimmer开始来看 那么 Glimmer可以跟大家讲过 这个gl开头单词呢 它都跟这个light 光相关 那么为什么跟光相关呢 咱们可以把这两个字 我们拆开来看 G同学们 它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说的ground 地表这单词 OK 那l它指的就是 一束光 爱相一束光 对吧 然后照到地面上来的时候 怎么样呢 它就会发生反射 折射 慢射 等一系列的这种物理的现象 对吗 所以说你看 gl 光照到地面上 它就会发光 你别管我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去发光 对吧 好 没问题 所以说你看 一系列的以gl开头单词 都跟光相关 比如说第一点词 glimmer 这单词大家可以放到glimmer 跟它一起写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是不是都有个字 m 那么同学们来看 我们说这个 咪咪着眼睛 对不对 mm大家可以翻译 咪咪着眼睛 你看你当咪咪着眼睛 去看东西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光 能是巨大的强光吗 肯定不是 它就是那种 微微的光 glimmer 咪咪着眼睛 去看到的光 就是微光 好了 那么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 a gleamer of hope a gleamer of hope 没错 它表示的是那种 一丝丝的希望 对不对 就是希望渺茫 比如说 你要是想追上你女神 这件事情是 a gleamer of hope 非常非常希望的 非常非常微妙 微小的这样的希望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下集这个单词 就可以跟他放到一起 都是gl 然后中间夹了个m glimmer 都是发微光明信 OK 好 对没戏 再往下集再次 glyer 站在这儿演示一下 glyer 大家能听这个翻译 你过了呀 glyer 你过了呀 对不对 你看那眼神 就是发强光 怒视你 发强光 怒视你 所以说我们怒视某人呢 大家的接词是 at glare at somebody OK glare at somebody 好 那么这样的下集单词呢 叫做glow glow 它表示的是 发红发热 它指的是发红光 发的是红光 那么 比如说 你看这个日本一记 是不是 这样是 陈鹤吧 说 her cheeks were glowing 它的脸颊怎么样呢 泛着红光 就当你害羞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还可以用了一个单词 叫flush flushing 这家家认识吧 这家家也认识吧 flush本身有冲的意思 比如说那个 你上完厕所 要冲一下flush 那么 你看 如果你去你男朋友家 第一次去你男朋友家 这个时候呢 你上他家卫生间 不小心 你把人家卫生间给堵到了 是不是 你不能flush的时候 你脸就一架的flush 对不对 不能冲抓你的脸就flush 就泛红 嗯 好 对冲不下去了 是不是 还非常有画面感 好 那下一个词呢 叫做 The Glow of Autumn Leaves 宝刘曲目又出现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给老师 大家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 The Glow of Autumn Leaves 那 Autumn Leaves 比如说 最近 是不是可以去 北京的香山去看一看 这种泛红的秋叶 嗯 没错 所以说你看 它只发红光 这种秋叶泛出来的光 也可以叫做 这种的红光 对吧 对 比如说就像 周杰冷手歌里唱的 缓缓飘落的风 也像思念 我点燃烛火 温暖随末的秋天 激光略过天边 被风略过 向你的容颜 我把蓝烧成了落叶 却换不会熟悉的那张脸 对吧 泛红的秋叶 就可以用到 发红发热这种词 好 下一个单级呢 叫做Gleason 你看还是跟发光相关 那么什么光呢 听到水光 听到油光 所以说同学们 这里这个发光呢 指的是液体反射出来的光 液体反射出来的光 Gleason 听见水光 那么再造个句子 Gleason with dew 是不是叶子 带着这种露珠在反光 这个叶子 带着露珠在闪闪发光 用到的这单字叫Gleason 好 那再往下这单字 Gleason Gleason 那么这单字 大家看 TT 购买薄金 请认准TT标志 所以说它指的是什么光呢 它指的就是咱们这种 珠光宝气的发光 是吧 这种亮晶晶的钻石啊 什么项链的耳环呢 叫做Gleason 购买薄金 请认准TT标志 Gleason OK 没有问题啊 珠光宝气的发光 好 对 晶莹踢透也可以哈 TTT 晶莹踢透 好了 这就是Gleam啊 由Gleamer这单字 衍生出来的HGL开头单词 好 这是第一组 然后第二个单词呢 叫做Curnal Curnal 那么这单词表达的是肉体的肉欲的 那么其实大家最早最早 接触的一个最简单词呢 应该叫做Curnation 同学们来告诉老师哈 Curnation就是你 在某个特定的节日 会送给你妈妈这样的一个 指定的鲜花 嗯 没错 它表现的是我们的 Cur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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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所以说同学看 Curnation这个花 这个花啊 一般来说 你买买过那种鲜红鲜红 Curnation 像玫瑰一样颜色 Curnation你买过吗 没有吧 对不对 咱们买Curnation 买的都是那种肉粉肉粉的 所以说你看 这单词表示名词 指的是Curnation 表示形词 指就是肉色的 比如大家穿那个肉色丝袜 对吧 女同学到冬天之后 什么光腿神器啊 就是Curnation 肉色的 那么再隐身呢 它就表示的是肉欲的 它跟那个色情吧 稍微挂点勾 是不是 所以说Curnal 加了一个Al 这样的形容词后缀呢 指的就是肉体的肉欲的 肉体的肉欲的 Sexy Sexy lady OK 好了 那么Curn这个词根呢 它表示的就是 Flesh 肉 肉 那么来看这个单词 Curnival Curnival 你看一下 是不是后面就是Festival 节日后半部分 节日Festival 这点在后半部分 所以联系就是吃肉的节日 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这个 天主教呢 会有一个为期 40天的大宅戒 那么在大宅戒期间呢 他们是不能吃肉 喝酒 做修修的事情的 所以说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在之前 一堆全部干完了 那么在之前的这段日子呢 他们就叫做Curnival Curnival 嘉年华 冯欢节 同学来听啊 这单词的这个发音 是不是Curnival Curnival 那么其实 嘉年华这个翻译呢 是从粤语当中 衍生过来的 因为可能我粤语不太标准 咱们说广红同学 你来听一下 他这个粤语的翻译 应该叫做 Garnival 嘉年华的翻译 应该叫做 粤语翻译叫Garnival 所以说你听 Curnival Garnival 非常的像啊 所以说这个翻译呢 是从粤语圈接过来的 吃肉的节日啊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节日 就是我们的狂欢节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Party Carnival 就是那种狂欢的 大家一起聚会那种party 那么 这其实 粤语对于咱们这个 整个的翻译 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清末的时候 是不是只有广州 一口通商 对吧 只有广州一口通商 所以说很多单词呢 博来语都是从这个 广东粤语 然后带进 整个的这个 中国的翻译当中的 就比如说 如果你要是 去 香港 想点一个 跟这个草莓 相关的东西 你看不到菜单上 出现任何草莓的字眼 它都叫做 世多贝雷 叫做 Strawberry 对吗 世多贝雷 那么粤语翻译就是 世多贝雷 世多贝雷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 Strawberry 这样的一个音译的过程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研究一下 粤语对于整个 翻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好 再往下呢 下一个单词叫做 Carnivore Carnivore 那么来告诉老师 Vore这个词根 什么意思 Carn表示肉 那Vore这个词根 什么意思 诶没错 诶不是动物吧 它表示的是 诶吃对不对 eat 没错 那么这单词 其实咱们在上一节课 已经讲过它的同一词 就是Vore 这单词有印象吗 你看这单词 表示狼吞虎咽 对不对 那么Vore表示吃 第一表示向下 向下去吃 就是狼吞虎咽 没错 好了 所以说你看 吃肉的简称肉是动物 当然也可以指那些 爱吃肉的同学们 是不是 你跟你说 戏称你自己就是一个 Carnivore 爱吃肉的人 好 再往下 下面呢 这个单词 叫做Verocious 来告诉老师 这个ACLUS 这样的一个形容词 后聚的表 是什么意思 诶没错 它表就是manymany 很多很多 所以说这单词 给它讲出来 就是吃很多的 就是那些贪吃的 贪婪的 咱们有没有foodie 来问一下 咱们有没有foodie 诶没错 这单词呢 它叫做吃货 吃货 所以说吃货呢 就是那些非常贪吃的 贪婪的 Verocious 可以吃很多很多东西的人 好 那咱们来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这个 Have a Verocious Habitite Have a Verocious Habitite 可以啊 大胃王 这就是那些特别能吃的人 胃口特别好的人 嗯 大胃王 很好啊 现在很多大胃王 都在这个什么抖音上啊 微博上这种吃播 吃播 但大多数都是假的 显现着自己 好像有一个 Verocious Habitite 好像很能吃 但是其实呢 都是那个 后来靠剪辑 是吧 那么什么叫做 Verocious Reader Verocious Reader 所以说这单词呢 不仅仅能表面上 只是贪吃的 其实它可以放到一些 比较抽象的语境当中 你要意义它 没错 其他同学翻译得很好 叫做如鸡四渴的 那种非常疯狂的 想渴求知识的 这样的读者 嗯 没错 那些非常喜欢读书的人 试书的人 书虫 哎呀 你们怎么这么棒 翻译得太好了 叫做Bookworm Bookworm书虫 嗯 如鸡四渴的阅读者 好 Verocious Reader 下一个单词就是 Carnivore 这单词 一个对应的反译词了 你看 这个Herb 可以在很多很多产品 那里见到 比如说 我们这个产品啊 纯天然的提取物 草本草本就叫做Herb 草也叫做Herb 那你看 这件事本来讲 是不是吃草的 吃草的呢 就是我们的食草动物 OK 吃草的Herb 它就是我的食草动物 那么 刚才我看到公平了 说了这个老师 我啥都吃 我是个杂食动物 那么杂食动物怎么去说呢 杂食动物叫做 Omivore Omivore 那么这个前 前面的这个词根呢 高老师这个 Omni什么音响 Omni什么音响 哎没错 它指的就是全部 All 你看 全都吃的 就是我们的杂食动物 不挑食的人 不挑食的好饱 就是Omivore OK 没有问题啊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 再说一遍啊 吃肉的叫做 Carnivore Carnivore 吃Carnivore 吃草的就是Herb 吃Herb 吃草的 全都吃的 Omni All Word Eat 点起来 Omni Word 吃杂食动物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 下一个单词呢 同学们啊 就是一脸懵逼 全都想不起来了 这单词叫Seltry Seltry 你可以翻译 骚骚骚 风骚的 风骚的 哎好热呀 对不对 所以它有这个 湿热的 性感的意思 风骚的 性感的 Sexy Seltry 通过这样 那个谐音联想去记 OK Seltry Seltry 风骚 好热呀 湿热的 对吧 好 造个句子说 The outside air was heavy and moist and seltry The outside air was heavy and moist and seltry 外边的空气 它是非常沉重的 而且呢 是非常湿润的 潮湿的 对没错 又闷又热 就像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 上学的时候啊 就感觉那个空气 整个压着我这个胸口 是传过来 太沉重了 那个空气 为什么呢 因为抬头一看 在地铁上 报的那个空气 湿度有99% 同学们你敢想吗 空气湿度是99% 那么在我看来 这个整个一个月 都是不用敷任何面膜的 也不会觉得干燥 是不是 非常的省略化成品 母校爱好吗 爱好吗是什么鬼 还好吗 据说已经取消了 2019年的毕业晚会 的话 毕业典礼 应该是不办了 我估计可能之后 也很少会有人 在就升香港的学校了 至少在现在的这个 时间点应该是 不会申请了 是吧 对 衣服非常不容易干 所以说你会发现 就是在国外啊 或者在一些 就我觉得香港也是受到 国外的一些影响 是吧 那么它整个也是 而且由于天气的 这个条件啊 它是要配一个 烘干机的 就是每一家每户 除了这个洗衣机以外 是要配一个烘干机的 因为如果在一些 美女天气啊 在一些那种 回南天的时候 你那个 你的衣服 如果说干靠这种 自然的去晾干的话 是永远晾干的 它一定会就是 很潮湿的晾干之后 也会用发霉的味道 是必须要那个 人工去烘干它的 嗯 没错 好 什么叫做 A self-tree film star A self-tree film star 一个电影明星 什么样的电影明星呢 大家想一想啊 什么样的电影明星 比如说 之前舒淇 它就可以叫做 A self-tree film star 大家后来转型了 是不是 大家说性感的电影明星 没错啊 那么它也可以被称为 我 哎 玛丽摩洛 我很好 那种非常性感的女星 嗯 对 啊 没错 Sexy Monica 大家知道爱挺多 是吧 留言 行行行 没错 对 那种 就是 怎么说呢 拍摄这种比较 性感电影的这样的明星 嗯 好 艳星 对 我想 我想说就是这个 艳星啊 艳星 A self-tree film star OK 那么同一次有谁呢 都比尔这个 吃热的 还能加倍的 那么第一个叫做swelter 啊swelter 大家想这个sweat 出汗语单词 嗯 这两个人讲很像的风译学习 sweat swelter sweat swelter 啊 动词名字都是它 汗流加倍 咱们到个句子说 I don't want to swelter through another hot in a humid summer 我不想在这个 幼时幼时的夏天 怎么样的汗流加倍 是吧 尤其女同学特别爱干净 他可能不想自己出去到之后呢 就是各种汗字 就一天非常的干爽 干干净净的 对吧 swelter sweat 那么下面这两单词呢 哎 你看这一组单词里面 都出现了一些 比较湿润的单词 那么这单词是humid 同学们 如果你听话的话 已经把手机调成英文版本 那么打开你这个 手机的这个天气weather 这一栏 你会看到上面 会有一栏 这个数据叫做humidity 来同学们 打开你手机weather 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栏叫做humidity 那目前呢 北京市区的 这个空气湿度是63%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 还是16% 所以说夜间 整个空气湿度 还是更加湿润一些的 没错啊 所以说humid 变成它的抽象名词 加上ity humidity 指就是空气湿度 那么如果说老师 加上一个er 变成一个具象的名词呢 什么叫做humidifier 看头说话啊 什么叫做humidifier 一般来说 在北方的家庭 冬天一定会必备一个humidifier 没错 它表示是加湿器啊 加湿器 一般来说呢 这个动词 之后加了一个er 变成一个具象名词 它指的是某一个具体的 这样一个物件 物品 OK 给空气加湿的 就是加湿器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再讲两个同一词 都表示湿润的 第一单词 moist 这单词可能光看 你会觉得很陌生 但是尤其女同学啊 我相信你在生活当中 一定是无数次的 可以遇到这单词 这单词单拿出来不会 但是呢 一旦放到化妆品当中 你就特别的了解它了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 这个化妆品 叫做deep moist serum deep moist serum 大家给大家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deep moist deep moist 深度 没错 它表示的是 不是补水啊 它不是补水 这个moist 表示保湿 大家都知道保湿 跟补水是两回事 补水是给你皮肤里面注水 而保湿呢 是把这个水分 怎么样呢 给它锁住 对吧 没错啊 所以说它表现是深度保湿 那么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用法 你知道了 这个moist 它指这个潮湿呢 不是说那种低水的潮湿 是吧 能一几能出水的潮湿 它指什么样的潮湿呢 是那种微微的湿 你看脸上咱们说保湿 不可能说是低水的 只是那种微微的 会觉得很润的那种潮湿啊 叫做moist 好 那么再说下面 比如说你看千碧的这款水瓷上 比如说它提到了这样的几个功效 叫做moisture surge intense 你看这些单词全都是你在这个考试当中 会遇到的一些高频词 但是你却忽略了 它的这个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现象 或者这样的一些频词 那么你看moisture就是湿润 这个面霜第一个功效就是可以给你保湿 对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surge 什么叫surge surge 没错 它有向上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说它表现的是 它不能说在面部涌起 什么什么东西吧 没错 它表现的是提拉 对吗 提拉叫做surge 让它向上去 这样的动作提拉 最后一个intense intense 紧致 你看出来的是不是 没错 这件词呢 大家拿出来 它表现的是强烈的 热烈的 对吗 那么在这里呢 它表现就是紧致的意思 让它变得非常的强 强劲 紧致 提拉保湿紧致 你看 这都是一个面霜 优秀的面霜 需要达到三个功能 好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见到的一些场景 帮大家去重新的 记忆了一下这点词 moist的 保湿的 潮湿的 微湿的 好 下一单词叫做 damp 对吧 有功夫的话 可以关注老师 一节课 叫做这个 秋冬美妆大圣 里面讲的很多化妆品当中的 必备单词 也都是你在四周期 或者考验考试当中 可能遇到一些 非常高频的考点词 嗯 好 那下一单词呢 damp 这单词表现也是 潮湿的 沮丧的 那这一单词怎么决定呢 同学来看 中间am 早上 这里这个dp啊 前面这个d 我们这个p 大家可以一起 想着打牌 早上打牌 是不是吵死 人家还没起床呢 你就开始打牌了 早上打牌 吵死了 吵死了 潮湿的 吸引领响 ok啊 早上打牌 吵死了 潮湿的 没错 damp 这单词的 表现是动词啊 表现是 沮丧的 抑郁的 为什么 你看 早上打牌 你不觉得特别的抑郁吗 是不是这时候 你想多睡一会儿 所以对于大家 有沮丧的意想 沮丧的意思 好 对 没错 潮湿的天气 就是一个 非常压抑的感觉 喘不过来气 heavy ear 好 没有问题吧 这段词大家记住了吗 刚才记得不太好 在说边啊 saltry 大家听过一个 saltry 风骚的 好热呀 是热的 对吗 swelter 通过sweat 流汗就记 sweater sweater sweat humid humidity 空气湿度 moist 通过这个面霜上的一些英文去记 moist surge intense 保湿提拿几指 但早上打牌吵死了 潮湿得 非常的沮丧 抑郁 老师的美妆课可以在哪去看 应该已经下架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大家再开一节 可能在寒假的时候 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开一节 这个现场直播化妆的课程 好 下一段词呢 开的时候 非常的鲜艳 交叶于低 但是呢 枯萎的时候 就整个抽抽回去了 抽破了 对不对 所以说 这表示枯萎 wither wilt wither wilt 好 没有问题 那在下面这件事呢 叫做withhold withhold 你看with表示back 向后 hold 还放到这 所以说 把这件词讲的就是hold back 向后怎么样呢 去拉住你 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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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件词表达是 一直扣留 一直扣留 withhold 咱们带一个造句子 说fear making withheld the truth fear making withheld the truth 比如说啊 你女朋友问 哎呀 我今天好不好看呢 虽然说你觉得她 其实很丑 对吧 但是呢 对于你女朋友这种恐惧心理 导致你 不能说出真相 对不对 抑制了 扣留了你内心当中 所要这个 脱口而出的真相 withhold hold back 复习课也是可以回放的呀 都是可以回放的 嗯 好 那么同一词有谁呢 同一词呢 叫做这个 blight blight 你看 这件词是不是 这些老人来讲过 将来给大家讲一下呢 讲的是plant 还有印象呢 blight blight 这两件词当然老师 放了一起去讲的 那么这件词你看 不不不啊 b就是不 不见光就枯萎 对吧 没有光动物还怎么生 这个植物还怎么生长呢 不见光就枯萎 那p呢 就是扑灭 对吧 扑灭 扑灭光就 没错 扑灭光就困境 本来上 我想追我的这个男神 我心中一团雄雄烈火 我一定能追到 但这时候呢 你说放 放弃吧 就你长的样 是不是 你把冷水扑灭了 我心中的这样的一些 一团热火 扑灭光就困境 是你现在陷入了困境 冷中 嗯哼 好 那么 这个单词呢 老师给大家编了一个 顺口溜哈 编了个口诀 它都是以这个 ILT经为的 通过这个wilt 我们来看啊 那么 首先第一个 它倾斜 叫做tilt 这件词属于大家 四级词会啊 倾斜tilt 你看 他他他 t 我枯萎 我 对不对 w 蛇入泥 大家是不是老师 给大家讲过吗 那个蛇呀 大家以后将它s 这种词 再去背的时候呢 你就把这个s相关 都可以想象 跟蛇相关的 蛇入泥 所以说snake silt 它表示是淤泥的意思 silt 接抛弃 你看 接接接j 所以说jilt 表示的是抛弃 abandoned的意思 好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 联想啊 说 它倾斜 它他他 tilt 我枯萎 我我我wilt 蛇入泥 蛇蛇蛇 silt 接抛弃 接接接jilt 嗯哼 好 给大家点时间啊 可以把这组 寄到你的小本门上 这样的话可以瞬间 联想记忆这四个 以ILT结我的单词 跟上了吗 嗯 好的 OK OK 大家跟上了 咱们就继续了 嗯 Let's move on 大家可以 如果实在不行 可以间接屏 是吧 嗯 好了 那咱们来测试一下 大家这几单词 掌握的怎么样 来首先第一单词 wilt 啊wilt 我枯萎 是吧 他倾斜我枯萎 wilt wither with 表示是back 向后 嗯 花向后怎么样呢 哎枯萎了 甘巴了 抽缩了 是不是啊 比较枯萎的意思wilt 好第二单词 早上打牌 am早上打牌 吵死了 吵死了 潮湿的 嗯 潮湿的 沮丧的 很好 下一单词 carnivore carnivore 说吃肉的 吃肉的就是我的 很好 肉食动 肉食动 carnivore 第二单词gleamer 咪咪着眼睛 看到的光 gleamer啊 咪咪着眼睛 看到的光 它就是微光 发微光 great 第二单词 veracious 吃many many 很多很多的 喜欢吃many many 很多很多的 就是我们的 哎 贪吃的贪婪的 贪吃的贪婪的 好 大家说那个肉欲 叫做carnel carnel 第六单词 blind 不见光就 不见光就枯萎 great 不见光就枯萎 好 第一单是 sal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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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 闷热的意思是吗 哎 它有这个 风骚的 性感的意思 好热呀 对不对 很sagasy 是不是 那么好热 就是湿热的 闷热的 闷热的 风骚的 性感的 好 没问题 第一番词是glow the glow of autumn leaves 叫泛红的秋叶 所以说 glow也是发光 发什么光呢 发的是 红光 发红发热 叫做glow 好 下一单词 carn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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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 这后面这个 vulg 那指是festival 节日 你能吃热的 节日 它就是我们的 嘉年华 狂欢节 嘉年华 狂欢节 carnival 最后一单词 humid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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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潮湿的 对吗 humidity 空气湿度 那么加上 一二十后边 一个具象的名词 humidifier 让你空气 充满湿度的 就是我们的 这个不是红干净 它表示的是 加湿器 加湿器 好 这次单词 搞定了吧 好 没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继续往下 那么再来一组 这个连连看 单词跟图片的连线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第一单词 第一单词 hygien 连的应该是 哪个图片呢 hygien 没错 它指的是卫生 连的应该是 我们的第二个图片 第二个图片 former's 要保外面 要干净又卫生 对不对 要干净又卫生 好 第二单词 be toxic toxic 没错 连的词 第四 有毒的 有毒的 好 第三单词 fracture fracture 好 连的词三 骨折 对吧 骨折 最后一单词 abdomen abdomen 没错 连的词一 大肚子 大肚子 肚子 belly punch ok great 没有问题 好了 咱们一个一个来看 首先来看第一单词 叫做hygien hygien 这单词表示卫生 那么这单词呢 其实是来自这个卫生女神 这样的一个 古下是罗马神话 当中这个健康女神 健康女神 这样一个名字 那么hygien 这个词根表示就是health 健康 健康女神 健康 你看健康就是卫生 你只有卫生了 你才能够维持 你身体的健康 对吗 那么这个 我们说健康女神 是一个什么形象 她是一个蛇女的形象 她是一个蛇 她爸爸就是药神 她是一个蛇女 所以说你会发现 在美国呀 很多pharmacy 药房之外 都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就是一个绿色的蛇 的这样一个形态 它其实就是影射 健康女神 health 这样的一个形象 卫生 hygien 气候车上面是蛇吗 这我倒没有仔细观察过 但是我确实看到 很多pharmacy外面 都会有一个这样十字架 然后呢 里面会有一个这种蛇的形态 这个是可以见到的 再看比如说很多这种 营养品上面 也会有一个这种 hygien 这样的一个健康女神 这样的形象 告诉你 我的这个产品怎么样呢 安全又卫生 对不对 就是有点恐怖 但是呢 这是他们的文化 好了 那现在老师把这单词 后面加了一个IC hygienic 变成一个形容器 它表示就是 卫生的保健的 卫生的保健的 比如说咱们造句子 fresh skimed milk with hygienic package has a delicious taste OK 同学们 来问一下 什么叫skimed milk skimed milk 一种牛奶 什么样的牛奶呢 可能女同学 喝牛奶的时候 比较挑剔 但一般来说 喜欢选择买这种牛奶 没错 它表示的是 去脂牛奶 去脂牛奶 skimed 那么你看 新鲜的去脂牛奶 怎么样呢 如果说有这种 非常卫生的包装的话呢 它就会有一个 非常美妙的味道 所以说你看 咱们是不是采用 这种什么 高温消毒法 对吗 高温消毒之后 装到这种 非常干净卫生的袋子里面呢 这个产品 它就会有一个 非常美好的味道 hygienic package 收收的牛奶 给牛奶脱脂的 没错 巴式消毒法 好 那么下面的这单词 就是它的一个同一词 表示卫生的 叫做sanitary 这件词应该是 在阅读当中 非常高级的人词表 那是卫生的 那么名词更常见了 sanitation 我们说城市 如果说你想进一步 发展的话 对吧 它需要有高度的 发达的卫生状况 sanitation 你看联合国 是不是专门用着卫生署 专门去管理 世界各地的卫生情况 比如说你看 老师天上 非洲去旅行 那个卫生情况 真的是太糟糕了 是吧 那么小孩子呢 可能就会喝那种 就是都是土的水 里面完全没有做 任何的沉淀 没有物理化学的处理 全都是那种带土的水 卫生情况堪忧 所以说他们一般来说 人均寿命 也就是四五十岁到头了 活不了多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直在这种 非常不健康的环境当中 生存生活 所以说你看 这点词 sanitary sanitation 词跟san 表示就是health 健康 san表示就是健康 对民生 大家非常非常的幸福 为你自己生活 在这样一个健康 又安全的国度 而感到自豪跟骄傲 那么这点词 sanitation engineer sanitation engineer 如果是咱们执意的话 叫做 干净卫生的工程师 但是呢 这言词是表面译 其实呢 它是英文当中 一个euphemism 叫维婉语 那从来想一想 什么叫做 清洁卫生 这个工程师呢 没错啊 这个冯哥教练员 反应的特别好 他就是我们说 这个清洁工人 环卫工人 对没错 清道夫的一个 非常维婉的说法 说他们是一个engineer 是一个工程师 是这个 整个环境的工程师 卫生的工程师 其实他们就是打扫卫生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 搓澡了什么鬼啊 是保证你自己身上的卫生 是吗 不是那个意思啊 它保证的是 整个大环境的sanitation 他们这样的卫生 所以说 接下来的老师 要来介绍一下哈 英文当中的euphemism 维婉语的一些用法 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样呢 你说别人 比如说地位比较低等啊 或者是他们职业比较低端呢 你要是用维婉语 说这句话呢 效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看 说这个人很贫穷 poor 然后如果说 直接说poor的话 感觉非常伤人 是吧 或者说社会地位低下 那怎么去说呢 你可以说 underprivileged 那我们都知道 privileged 表示的是特权 对吗 那么 under表的是 在特权之下 就是没有特权 没有特权的人呢 就是那些贫困的 社会地位低下的 low social status underprivileged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说disadvantaged disadvantaged 那么很多人 第一次见到这点子呢 会觉得它是没有优势的 对吗 我们知道disadvantaged 指的是劣势 那么加利地 就是劣势的 没有优势的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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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表明是那些贫困的 社会地位低下的 比如说你看我们说 贫困地区 贫困家庭 叫做underprivileged family orunderprivileged area 那你看 在美国 有两条街 非常的著名 这条街 大家已经知道 之前呢 这个根哥 还去这个地方 去做一个路演 大家看到了吗 叫做wall street wall street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 华尔街 没错 你听这个发音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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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尔街 叫wall street 但是呢 跟华尔街 一街之隔的main street 却是一个穷人聚集的 这样的街道 华尔街呢 大家都知道 是这个美国经历 应该是最不发达的 这样的一个核心的center 对吗 但是跟他一街之隔的main street 住的却全都是那些 非常贫穷的老虎大众 他们就是underprivileged family orunderprivileged area OK 好 没错 那么接下来呢 下一单题叫做老年人 你可能会翻译成 elderly people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翻译成 senior citizen 就会更加的 租近他们一些 你看senior 什么印象 我们将可能说到 这个公司管理人员 有个叫做senior manager 这样的一个职位 没错 高级 经理 对不对 所以说senior 本人有高级的 那么在整个公民当中 他们是最高级的 是不是就是对老年人的一种 非常尊敬的说法 最高级的公民 就是我们的老年人 elderly people 那么相对应的公务员 就是人民的公仆 对不对 civil servants 为人民 为这个城市去服务的 这样的人员 就是我们的公务员 civil servants 好 再往下 叫做household executive household executive 那么这household 指的是家庭 那么一家人 那么高少师 exceptive 有什么意思 exceptive 当然了 纽约也是有 贫民库的东西 越是这种高度发达的地区 其实它贫富差距 是越大的 没错 我们说ceo 这单词 其实中间那个e 指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 exceptive 执行官 对不对 你要说你妈是家庭主妇 你妈肯定不得意 天下的家就是做一些household 家伙伯 你妈会觉得自己 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 跟家庭地位 对吧 但是 你要说妈妈 你就是我们家的 首席执行官 你想你妈开心不 你妈开心 全家开心 是不是 叫做household executive ok 好 那下面呢 这个就很尴尬了 对吧 大家出国呀 一定会使用到这样一个 经典的句子 就是 请问洗手间在那 非常尴尬 然后挺不好意思的 是不是 毕竟是很羞羞的事情 你要exude ok 那么洗手间在那里 怎么去说呢 很多人说 老师我想问 where's the toilet where's WC 大家可以很负责 告诉大家 WC这个说法呢 基本上不会在 这个英美国家上的流行 它属于一种非常 典型的东南亚说法 虽然也有 但是使用频率非常低 那么如果是一些 室外的厕所呢 大家可以说 叫做toilet 那么在室内的厕所呢 一般叫做ret room 是不是 Levatory Levatory这间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最长指的 那种洗手间 是一种比较 就是空间还相对来说 比较狭小一点的 比如说你在飞机上去 上洗手间 你会发现 上面踢的那个标志 就是Levatory 大家仔继观察 不同的洗手间 其实它这间 也会有一些 细微的差别 一般来说呢 咱们就叫做 这个rest room 对吧 rest room 换洗室 OK 那么 比较为晚的说法 就是 Where can I wash my hands Where can I wash my hands 到底去哪能 洗洗我的手呢 对不对 你表面是洗手 其实呢 是去启启的 OK Where can I wash my hands 还有一个非常文艺的说法 叫做call for nature 同学们 什么叫nature 那是你的天性 你想吃喝拉撒呀 都是人的天性 天性是人 call for 是响应 我要去响应一下 我天性的号召 对不对 所以说啊 他表情就是上厕所 call for nature 响应天性的号召 好 那么 在下面呢 这就把人的失业了 是吧 那你要说 he is employed 非常直击 失业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说 he is between jobs 他不是没有工作 而应该是在两个工作之间 犹豫 我到底应该是 选择清华呢 还是选择北大呢 是不是啊 我在选择过程当中 听起来就非常的委婉 he is between jobs 或者是 he is resting 他正在休假呢 他休息呢 还没工作 失业了 好 再往下 这点子 同学们之前啊 忘了是看哪个电影了 然后同学们在那个 就看到这个电影当中 出现这个表达之后呢 非常兴奋的 给我发这个微信 然后说老师 我看到这个电影当中 出现你教会我的这个原文了 没错 这些都是非常地道的说法啊 你在以后看电影啊 看美术的时候 都能见到 他有喜了 大家肯定知道 怀孕叫做pregnant 但是 诶 复电影当中 是不是就出现了 嗯 那但是 说错了 微博 微博 他有喜了 你要说she is pregnant 太过直接了 太过粗 粗笔了 是不是 你要可以 你可以这么说 she is in the family way 他正在组建 家庭的过程当中 马上要从 两个人变成三个人 或四个人 对不对 she is in the family way 或者是 she is expecting 他正在期待 期待什么呢 期待新生命的降临 OK she is expecting OK 好 那么以上呢 大家可以记一下 就是我们说的 英文当中的一些 伪完语的用法了 太文化了 说老师你要这么跟我说 我完全理解不到 位是吧 我根本就不知道 他说的什么意思 Where can I wish my hands 我到哪里洗手呢 好 大家记住了 记住之后呢 你以后再 不管是写作呀 或者是一些 口语表达的时候呢 都会更加的精准 好 没有问题 继续往下咯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继续来说 这个sand就是此根啊 它表示是health 表示是健康 那么这个insane 你看就不健康了 你神经目前来说呢 诊断一下 不太健康 就是你神志不清了 insane 这些东西们 是不是经常可以在一些 练习剧里 或者一些歌词里 听到说 哦 我怎么样呢 go insane 你是疯了吗 对不对 Are you crazy Are you going insane 对吧 你是疯了吗 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 给它搭配 go insane go insane 好 那么什么叫做insane great 这单词呢 其实作为一个父子的话呢 可以修饰行使 你看就是加强这个程度 crazy 对不对 就是酷逼了 帅呆了 酷逼了 简直无法比喻了 great已经是很好了 但是呢 我加insane 就是用神志不清的好 就是好的极致了 酷逼了 帅呆了 对 没错 好 那么下面呢 老师给大家拓展一下 这样的几个单词 sanitarium 那么这个 arium结尾单词 它表示的是这样的一个 空间的一个概念 对吗 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你看让你健康的 保持你这个整个身体健康的 就是我们的养老院 到老的时候 如果要是空杀老人的话 没有人去管理健康的话 你是不是要进到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 啊 养老院 sanitarium ok 好 对 没错 比较长所的 对吧 那下一个是 aquarium aquarium 咱们有没有水瓶座的 水瓶座 是不是这个 啊 这个 aqua aqua这个前缀 所以它指的是water 对不对 哎 water 那么大家不知道 看没看过那个海王 那个电影 海王 大家看过吗 那个电影的英文翻译叫做 aquaman aquaman 就是水的男人 哎 翻译上了海王 所以说 aquarium aquarium 这就是跟水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场所 哎 就是我们看海豚呢 它是鲸鱼表演的水族馆 水族馆 好 下面 那有水族馆 是不是就有海族馆 海洋馆 对吗 叫做oceanearium oceanearium 你看都是这样一个前面的单词 跟我这个rim搭配 就会构成一个新的单词 表示场所 好 再往下 叫做planetarium planetarium 你看planet 指的是行星 对吗 观看行星的场所 就是我们的天文馆 天文馆 好 这是给大家稍微拓展的一些单词 可以记在你的本文上 sainetarium 保持健康的养老院 aquarium 看水的地方水族馆 oceanearium 海洋 海洋的馆 就是海族馆 海洋馆 planetarium 就是看行星的天文馆 对 没错 很多单词 它都是用拉丁语 引申过来的 对不对 aquaman 跟那个waterman相比 你看看谁更高级一些 对吧 那个就感觉是 一个小学生作文 一个大学生作文 完全不要level的 对不对 是文艳文更厉害一些吧 是的 好 下面呢 这单词叫toxic 有毒的 这单词我认为 我特别有发言权 这单词老师当年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记住的 这个toxic tox 这个词根 表示是poison 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个表示有毒的 那个 我们说的那个标志 标识 是不是上面是个骷髅头 然后呢 下面有个X的形态 对吗 是不是上面是个骷髅头 然后下面是个X 就是告诉你这地方有毒 禁止你接近它 所以说 你看toxic 这个X 是不是一般来说 字母当中带X的单词 就已经很少了 所以说 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的一个标志 你就可以记住人子 然后你还要是 你要是还记不住的话 那老师可以告诉你 我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 可能条件 还没有你们这么优越 没有你们这么优越 我那个时候呢 就是得自己上水帮打水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每个人都买个水壶 然后那水壶 因为我们学校 在那个村子里面 就是大学城 然后旁边都是那种村落 是吧 很多那些 就是村民呢 素质不是很高 就经常到我们校来偷壶 那只要他偷了一个壶 比如这些同学壶丢了 他可能就随手拿一个同学的壶 是吧 整个学校呢 就先起了一场偷壶大战 我的壶呢 也不幸在这场偷壶大战当中 丢了很多很多个 当时呢 我在上大尔的时候 学到了这个单词 toxic 我认为太好了 我就买了一个图矮页 是吧 在我的壶上写的这个单词 toxic 有毒的 不要透我的呼号里面的东西 就说有毒的 从此之后 真的是非常神奇 我的壶真的 是再也没有丢过 知道吧 我的壶啊 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丢过 我认为这个单词 就是我的这个 护身符 toxic 有毒的 咱也不管村民能不能认识 反正我就写上了 对吧 我就写上了 好了 下面呢 你在外国语学校旁边的村民 对吧 他耳辱目染 英语也是还不错 好 下一个叫做 intoxicate intoxicate 那么这个单词 怎么去进呢 你看 意语是不是加强 加强让你中毒 哎不行 我中毒了老师 我太陶醉了 是不是 所以说intoxicate 表示是动词使陶醉 再个句子 wine has the power to intoxicate 这个红酒呢 就是有让人陶醉的 这样的功能 咱们有没有同学 用一杯就倒 喝了酒之后 就飘飘欲鲜了 陶醉其中了 intoxicate 加强让你中毒 使陶醉 好 下一根词 detoxify detoxify 那么toxify 指的是让你中毒 对吗 那么第一呢 它指的是 相反的这样的概念 就是不让你中毒 那反过来就是 使解毒 对吧 not toxic 不中毒 就是实解毒 detoxify 那道个句子 说 vitamin C has to detoxify pollutants in the body 那么维生素C呢 就可以帮助你去 进化体内的 这样的一个垃圾 对不对 让你排除体内的 这样的垃圾毒素 上头 所以说 大家要多吃 含维生素C 多的东西 尤其是熬夜的话 一定要及时补充 vitamin C 好 那么 那么下一单词呢 叫做antitoxin antitoxin 后面还是毒 前面anti 这个前缀什么意思 anti这个前缀 没错 比方说反 对吗 所以说 你看反中毒 反中毒抗毒素 抗抗抗反反反 抗毒素 叫做antitoxin 那么下面这单词 叫做antidote antidote anti还是反 那么后面这个dote 咱们可以通过这个dose来记 高老师 这个dose什么意思 dose 这单词什么意思 dose of medicine 没错 它指的是 药medicine的剂量 所以说你看 它跟药相关对吧 antidote 你看 反对的药 反对你中毒的药 它都是解药 antidote 那造句子说 message is a wonderful antidote to stress 什么叫做马沙基呀 什么叫做message 哎 没错 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马沙基 反正我特别喜欢 有泰式马沙基 什么菲律宾 马沙基对吧 message 那么这种按摩呢 就是一个解压的 非常好的解药 当你公布压力太大 循压力太大的时候 怎么办呢 哎 去按摩 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antidote 反对你中毒的药 解药 好 下一单词啊 叫做panicere panicere 你看同学们 pan这个词根啊 表示是wide 打开你的手机 调到这个panel模式 就是可以照全景 对吗 把所有的景象 全部收览进来 所以说pan 指的是wide 宽广的 那么后面这个seer呢 作为词根 它其实有些是kure 治疗 就是啥病能治 什么病吃了 我的panicere 都可以治愈 所以说它表示是万能药 万能药 很少剧则说 Western aid may help but will not be a panicere 外国西方的援助呢 可以帮助你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万能药 它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对吧 一些国家呢 可能长期要接受其他的 或者是国际上的这种道德援助 这种 呃 义务的援助 但是呢 这不是个长久之计 只有你从根本上去 改变你的国情 你才能够振兴起来 嗯 没错 好 在下面呢 这一单词 来看啊 叫做elixir elixir大家公平一打 一粒 叫做一粒克死 吃了它之后呢 你就可以长生不老 我们就一起成为了天山土老 对不对 elixir elixir 一粒克死 这之后再也不会死 那就是可以长生不老 来高小时 那个长生不老 就是不死的 那个单词怎么能说来着 永生的 不死的 永久的 非常好啊 叫immortal 这单词之前跟大家讲过吗 这单词之前接触过吗 immortal 没有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这单词呢 mortal mortal 大家可以讲摸头杀 对吧 摸头 或者没头 mortal 没头 没头不就死了吗 对不对 没头就是死了 比如终有一死的 那么将到im否定前置之后 就是永远都不会死的 证明你是永生的 永恒的 永生的 永恒的 mortal 没头没头 没头就是死 终有一死的 加上im否定前置就是 永远不会死的 永生的 永恒的 好 记住了吧 嗯没错哈 还有凡人的意思 mortal 终有一死的凡人 那么加上im之后呢 就是咱们这种小仙女 是吧 永远不会死的 就是神仙 god godess 好 继续往下咯 那么下面这单词呢 叫做fracture fracture 表示这是骨折 那么这单词呢 一般来说 T2结尾 它就是一个抽象的名词 表示抽象的名词 那么词跟fract 如果还写成 FREC 还是REG 它都跟这个break 断裂相关 你看你的骨头 断了 是不是有骨折了 fracture 好了 那现在老师把它加上T1 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 fraction 它指就是 断开之后的那个 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的部分 如果说你是学数学的同学 你应该知道 在你的专业当中 有个专业名词 叫做fraction 指的是分数 对吗 分数 好 我们造句子 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 Open the window of fraction please Could you help me to open the window of fraction 没错 就是给我看一点点窗 可以吗 Could you help me to open the window a little bit OK 所以说 a fraction 就是a little bit 一点点 一部分的意思 嗯 没错 好了 那现在老师把它变成一个形容词 fractures fractures 你比如说 我女朋友 这皮特别不好 是吧 一发皮就喜欢 怎么摔东西 让这东西broke 让这东西break 所以说 这个人呢 作为一个形容词 表示人的性格 觉得就是易怒的暴躁的 fractures fractures 嗯 喜欢摔东西的人 那么 再往下呢 一声气就被担死 那太忘了 是吧 这个皮就好 那下一个词叫做infraction infraction 那么还是把它变成 嗯 还是啊 让它破裂 对吧 让它破碎break 那么in呢 比较加强 就是加强去打破它 加强去打破什么呢 打破法律 所以说 它比较就是 违法违规 违法违规 infraction of the law infraction of discipline 打破法律 打破规章制度 打破纪律 OK 没错 加强打破法律 infraction 再往下 这单词叫做fragile fragile 那高少师 ILE 作为一个形容词词尾 它有什么意思 ILE 作为一个形容词词尾 它有什么意思 没错 它表示tent to 有什么样的趋势 对吗 有打破的趋势 它表示就是 一岁的fragile 那么老师给大家区分一下 这几个表示脆弱的单词 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首先weak 表示的是柔弱 它是一个泛指词 比如说你身体柔弱呀 或者是 你在做什么事情 这些地方是一个弱点 这个地方很弱呀 都可以用weak 那么下面这个feeble 它指的是身体上的 这种衰弱无力 比如说老年人 他们就是feeble and frile 那么frile这单词 它指的是身体上的 体弱多病 鲜弱体弱多病 而fragile 它既可以指物体 同时可以指身体 比如说花瓶很容易碎 that is fragile OK 没有问题 身体上physically fragile 也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既可以形容身体 也可以形容物体单词 这就是这四个单词 指标是脆弱的 它们的一个区分 好 再往下这些 叫sufferage 那大家同学们告诉老师 这个词跟哥 当然给大家讲过 一个什么样的典故 sufferage 向下对吧 suf 其实就是sub 向下去让它破碎 因为为什么没让f呢 便于发音对吧 同化了 sufferage 向下让它去破碎 没错 就是我们经典的 逃片放逐法 逃片放逐法呢 慢慢引申出 就是通过投逃片 然后呢 选举选拔投票 所以说sufferage 作为名字 表示选举前跟投票权 那么你看 universal suffrage 所有人 通用的这样的一个 投票权 就是普选权 普选权 那么women suffrage 就是女性的这样的 投票权 选举权 就是女性的参政权 这一单词是在 政治的文章当中 经常会见到 一个高评题 你要掌握 sufferage 向下让它逃遍破碎 引申为选举权 投票权 好 没有问题 那么再往下 这一单词叫做abdomen abdomen 腹部肚子 那你看 这一单词 老师给大家讲过吧 涉及过一次 ab表的是 not 或await 不做事情 度事情的男人 他就会长大肚子 比如说你看这张图片 是不是很经典呢 这是昆林在怀第一天 海色威的时候啊 跟这个周董 一起拍这张图片 带球跑 不做事情的男人 就会长大肚子 更个也不例外 哪天要不讲课 不做事的 他也会长大肚子 abdomen 那么同样词呢 比如说咱们的belly belly 这件事 从哪来的呢 从这个ball 你看带球跑 球 把球放到肚子里面 就有个大肚子 是不是 ball belly belly OK 它只是肚子 腹部的意思 肚子 怎么这么萌 肚子 对 肚子 belly belly 肚子 那么你看 通过belly 咱们可以构造 这样的几个短语 来给老师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belly dance belly dance 用肚子跳的舞 它就是我们的 肚皮舞 对吧 very very sexy 肚皮舞 belly dance 那么什么叫做beard belly beard belly 没错 啤酒肚 啤酒肚 beard belly 直译就可以了 像往下 belly lift belly lift 捧着你肚子去笑 哎 捧腹大笑 对不对 我们有个成语叫捧腹大笑 捧着肚子去笑 belly lift 最后一个back and belly back and belly 饿死了 是什么鬼 哎没错 叫浑身上下 你来看 back 是不是后背 belly 是不是你前面肚子 就是前前后后 指的是你的浑身上下 back and belly 嗯 好 没有问题 这就是结论belly 搭配得非常好玩的一些短语 让大家拓展一下 那咱们来测试一下 这组单词 大家掌握的怎么样 哎 等一下 我说手脚的单词 我看一下啊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来测试一下 第一个人词 来掌握怎么样 挑一些咱们刚才讲过的 第一个人词 sufferage 向下去让陶片破碎 向下让陶片去破碎 没错 它表示是投票权 选举权 投票权 选举权 好 下面fraction fraction 破碎 骨折叫做fracture 记号fracture fraction指的是部分分数 部分分数 让它破成一块一块的 变成了我稀小的部分 ok fraction 下面abdomen abdomen 不做事的男人 不做事的男人 他就会找 腹部肚子 insane 不健康了 这个人神志不健康了 神志已经不健康了 insane 叫做神志不轻的 神志不轻的 好 下一个 intoxicate intoxicate toxic 有毒的 对吗 加强让你中毒 就是 是陶醉 让你 这个醉生梦死 是最精明 是不是 是着迷 是陶醉 intoxicate 第七个是sanitation sanitation 这个san呢 表示是health 健康 所以说变成一个超像名词 之后呢 表示是 卫生 卫生 好 下面 hygenic 没错 他表示是卫生的 卫生的 第七个是 underprivileged underprivileged privileged 是我们说的这个 特权 对吗 然后呢 under就是没有特权的人 他就是贫穷的 社会地位低下的 他是个伪弯语 等于同意的 是disadvantaged 没有错啊 disadvantaged 贫穷的 社会地位低下的 好 最后一点是antidote antidote dote dote 大家讲的是那个dose 药的剂量 对吧 跟药相关的 就是反对你 怎么样呢 哎 没错啊 反对你中毒的 就是我们的解药 反对你中毒的 就是我们的解药 好 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这组单词 然后呢 再来一组 跟老师再来一组 这个找相同的游戏 我说这个单词 叫做dormative dormative 高小师 A B C D 哪个是他的同义词 melody subrific nocturnal composure 好 就同学选错了 是吧 看来这组单词 大家掌握得 也不是特别老固 我再说一下 这条题的证据答案呢 应该选择的是二号B 二号B 它表现是 什么意思呢 催眠的 休眠的 催眠的 休眠的 好了 那跟老师来一起看一下 这组单词 分别都是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单词 melody melody 它表示疾病 那么这单词呢 同学们 你看这词跟mal 会让你想到哪个单词呢 会不会想到男性这单词 男性 没有 没错 男性 没一个好玩意儿 男人呢 没有一个好玩意儿 宁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不能相信男性这张嘴 对不对 所以说mal这个词跟它表现是evil或bad 就是跟不好的东西相关的 不好的东西相关的 好了 那你看 坏女人 lady 什么女人呢 坏女人怎么样呢 坏女人容易生病 她的什么病呢 就是疾病 melody melody 坏女人生病 疾病 那么 坏女人有病 对吧 你看 老师刚刚说完这男同学 是不是 我也买到了一下那些坏女人 melody melody 好 再往下的同学们 这单词是什么 什么叫malaria malaria malaria is a kind of serious melody 这单词是 留学高频考点词 留学的高频考点词 没错 她表示就是 疾病 melody当中 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叫做malaria 虐疾 去非洲之前 我就特别害怕 自己得虐疾 虐疾呢 就是靠这个 mosquito 蚊子去传播的 那么 我们经常说 很幸运的说 你说被虐了 对吧 你就是得了虐疾 那么 咱们只要得了虐疾之后 整个你的这个 免疫系统 就会受到非常大的损伤 你以后之后呢 就可以得以 就可以非常容易 得其他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疾病 但是对于非洲人来说呢 他们得malaria 就像是得感冒一样 非常的普遍 所以说 这是导致他们 为什么活不久的原因 因为整个的身体的机能 都被破坏掉了 对 没错 是的 也是后来这个 屠幽幽才发明了这个 氢号素 对吧 但是之前呢 也会有一些药 它很贵 但是呢 效果副作用很大 对身体还是会造成 很大伤害的 好 下一个是 malicious malicious 表现是恶毒的 你看是不是还是坏 一个坏女人 恶毒的女人 malicious cios 表现这个形容词的后缀 造句节 that might mainly have be malicious gossip 这可能就是一个 什么样的东西呢 malicious gossip 给大家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 malicious gossip 没错 叫做恶毒的流言蜚语 恶毒的谣言 恶语相像 别人好 malicious gossip 那下一个字呢 也是跟这个恶言相像相关 叫做malign 大家看后面 这个line 这个上面叫language 大家可以把后面这个想象是language 恶毒的语言 你用恶毒的语言怎么样呢 污蔑我 诽谤我 对吗 用恶毒的语言 malign language 污蔑我 诽谤我 所以说咱们造句子 why do you malign for no reason 你怎么能无缘无故的来诽谤我 污蔑我呢 没错 同样子就是咱们上一刻讲的这个 asperis asperis 污蔑 对吧 malign 今天又学了一个同一词 好 没问题 继续往下咯 那么下面这件词呢 还是用mal这个词根 给我说的叫做malignant malignant 它指的是恶性恶 比如说什么叫做malignant tumor 给大家翻译一下 什么叫做malignant tumor tumor它指的是肿瘤的意思 对吗 那么连结就是恶性肿瘤 恶性肿瘤 没有问题 好 在下面 malevolence 那么这点词呢 这个volence 就指的是will willing 一样的意愿 那么坏的意愿 同学们想想 你要是对我存在这种坏的意愿 你就是心存恶意 非常恶毒 对吗 叫做malevolence 那么如果是benevolence 我们都知道bene 这个前面的这个词根 它表现是 它指的是good 对吗 好的意愿 就指的是祝福 好的意愿就是好意 就是祝福 善意 对善意 好 这个词 重要重点记得就是mal这个前缀 它是不好的意思 所以说同学们 你在做预读理解的时候 你可以去猜一下 如果你遇到一个不是的单词 你别慌疑 别着急 你可以通过这个前缀 大概去猜一下 这单词一个情感走向 其实有的时候咱做阅读理解的时候 是不是不会要求你每个男子都认识 但是最起码这个句子的情感走向 你是要搞定的 只要可以把这个句子的情感走向搞定之后 其实可以解决你80% 这你答应要 这个心中有数 OK 好 下一个字叫做hybernation hybernation 那么不是让大家去猜语文 你的语文好不好 跟你的这个能不能猜出的意思 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只要掌握到一些前缀 或者一些词根的用法 你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去猜 对吧 好 再往下 对没错 下一个词 hybernation 那也没错 这一言字我们去进 你看 是不是前面就是 hi beer 你好呀小熊 熊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冬天一定是要冬眠 对吗 hi beer 你好呀熊 hybernation 冬眠 嗯 好 那么 动词 hibernate 不说了啊 就是动词冬眠 那么再说几个 跟这个睡觉 我想过的单子啊 第一单子是dormant dormant 其实大家最了解的 一单子应该叫做dormitory 对吧 这个呢 单子就是你 日日夜夜都回到你们 去睡觉的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们的宿舍吧 对不对 你们的宿舍就叫做dormitory 因为你啥呢 你可以不在里面吃饭 你也可以不在里面读书 但是你一定要回到里面睡觉 是吧 dormitory 所以说dorm这个词 跟它表示就是sleep 睡觉 OK 那么dormant 指就是休眠的潜伏的 所以说什么叫做dormant volcano dormant volcano 诶 它可不是死火山 它只是睡着了 叫做休眠火山 对不对 死火山这辈子都不会在喷火 但是休眠火山呢 咱也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可能在喷火 就像我们的富士山一样 嗯 休眠火山 好了 那么再加上这个itve 这个tive这样的一个形式 后续呢 它表示就是安眠的 做名字也行 安眠药 dormative 也是上去睡觉的这样的东西 起到这样的功效 安眠的安眠药 dormative 好 再往下呢 下面这点子 叫做 我们刚才在提干当中 在这个选项当中 给到大家叫做suporific suporific 指的也是安眠药 催眠药的意思 那么这点词可以通过前面去记 这个p那样是b soborn 因为太无聊了 所以怎样呢 我被安眠了 我被催眠了 suporific 安眠催眠 好了 那么再说一个比较催眠的单词 同学们 这个神认识吗 hypness 这个神大家了解吗 hypness 在古希腊罗马神话当中 就是我们的睡神 没错睡神 那你看一下 它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呢 它就是那种 手持婴速花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婴速吧 就是一个毒品 对吧 opium 婴速 手持婴速这样的形态 那么之前呢 他得了的宙思 得了的宙思 宙思呢 就把他放到这个 Lith 遗忘之河里面 让他去受惩罚 那么在他这个动芽之外呢 充满了大片大片的婴速花 大家都知道一个婴速花 就有这个催眠的功效 为什么大家说 吸毒之后 整个人可以醉生梦死呢 就是可以让你瞬间了 整个一种睡眠的感觉 感觉被催眠了 所以说啊 这个hypness 这样的一个睡神的形象 就是跟婴速花吸引相关的 对 你的神经其实就是 在受到损伤了 它被侵袭住了 你才会有这种 昏昏欲睡的感觉 所以说 suporific 跟下面这个 都有催眠 意思叫催眠 这单词叫做 hypnosis hypnosis 名字催眠 sis结尾 都是这样一个 抽象名字的后缀 那么动词呢 就是加上这个 ize 叫做这个催眠使着名 催眠使着名 对没错 跟那个enchanted有些像 对不对 就是中文魔法一般的使着名 好 下面这单词呢 催眠 也是个名词 叫做mesmerism 那么这单词呢 也是有一个历史的典故的 那么它其实呢 是一个奥地利的 这样一个医生 叫做mesmer 它做了一个这种 催眠的实验 由此得名 由此呢 名声大振 所以说加上ism之后呢 就变成了mesmer Masmer 这人的主意 它什么主意呢 催眠主意 Masmerism 表就是名字催眠 它是用一个人名 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个单词 真的可以催眠吗 不可以 那就是利用人心里的一些东西在作祟 就是你觉得你好被催眠 其实你是在自我安慰 你在自我暗示 其实真的能被催眠吗 很难 当然了 但也不能说心理学家都是 都是骗人的 是吧 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情境当中 他使用到一些药物 然后配合他的一些手法 你可能会进入到一种影响的状态 是吧 嗯 对 好 接下来下一根词叫nocturnal nocturnal只是夜间的 比如说一些夜间活动小动物 叫做nocturnal animal 对吗 nocturnal animal 那么这件词 词根noct 它其实影视的是night 夜晚这根词 OK A用形式后缀 那么反应词呢 就是我们的diurnal 那么这里这个di呢 di其实也是day 能看出来吗 day就指天 白天的 白天的 durnal 那么这里面呢 同学们 除了这一单词给表示天以外 这个jure 不对 这个法语叫rure 然后呢 英文应该读成jure 这个词根 它也有代天的意思 这一单词呢 其实从法语当中 记过一个词 同学们 你会发现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种 跟吃相关 你看他老师也讲过 跟吃相关的 都跟法语相关 对吧 比如说你看 这个 咱们有没有看过 这个面包房呢 叫做多乐之日 不知道大家那个 就是家里附近 有没有这个面包房 在北京很多很多的 很多的jure 翻译法语叫every day 每一天 那么这个jure 就是天的意思 对吧 还有比如说 有没有就是家里附近 有这个面包房 叫巴黎贝田 巴黎贝田 那么它的法语叫 bah he baguette bah he baguette 其实翻译过来 非常的粗俗 就是巴黎的法文 然后呢 就是你们各种 做面包的嘛 巴黎贝田 嗯 好 那么这一单词 其实大家最了解的 比如说咱们哪些单词呢 journal 对吧 journal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 journal哪些意思 你每天都要去读的 就是我们的 你每天都要去写的 就是你写的什么东西 没错 它有日记 日志的意思 还有这个报刊的意思 对不对 journal 日刊 就是日报的意思 除此之外 咱们去看那个期刊 期刊 也可以叫做journal 没错 diary diary 是不是也是每天要写的东西 嗯 跟这个journal 是一举同之妙的 好 那么再下面这两单词呢 第一单词叫做 adjourn adjourn 你看 这还是天怎么样的 加强这一天 你把这一天延长 所以说它表示 推迟延期 是一个法庭用语 adjourn 法庭用语 比如说 the court adjourned for lunch 法庭休停了 去吃午餐了 OK for something 就是为了什么什么 而推迟延期了 法庭休停了 怎么样呢 去吃午餐了 加强这一天 把一天怎么样 给拉长了 就是推迟延期 好 下面叫做surgeon 叫做surgeon 那么这次 表示暂住寄居的意思 怎么去听呢 short journey short journey 短期旅行 比如说 最近我打算 12月份的时候 去趟土耳其 是吧 那我就是一个 短期 七八天的旅行 那你看我比如说 住在airbnb 我租了一些房子里面 我不能说 住在一个一年半歹 是不是 我顶多住个 几天 我就得搬走 所以说 暂居 暂住 寄居 叫做surgeon surgeon 造巨子 during his sojourn in Africa he learned so much about native customs 你看比如说老师 前一阵在非洲寄居的 暂住这个日子 学了很多很多当地的 这样的习俗 对吧 用手抓饭去吃 学会了 是不是 然后喝一些不干净的水 也学会了 好 那么 土耳其这个地方 就在没有火的时候 我就已经做好了 非常完整的攻略 只不过就是 因缘巧合 一直没有去上 好 那么下面这件事呢 在repose repose 指的是休息的意思 那么告诉老师 pose这个词根 什么意思 pose这个词根 什么意思 没错 我们说 你摆个pose行吗 是不是就是放置一下 你自己 OK 摆一个pose 就是放置一下你自己 所以说它表示 put方式 那么你看 向后方式 哎呀我太累了 哎呀放置一下我自己 所以说repose 表示的是休息 向后去放 对吧 向后去放 休息 那么什么叫depose 这里de取的是哪层含义啊 这里的de取的是哪层含义 哎非常好 向下去放 对不对 把你下放 比如说下放到宁古塔 下放到我的家乡 是不是 给你下放到 海浪的东北地区 宁古塔 是不是 所以说depose 指的是罢免 罢免你的官 罢官 下放我 好 再往下 下一个叫super impose super impose 指的是添加添加 你看 super在什么之上 impose本质有施加的意思 在上面去施加 一层又一层 所以说super impose 表示的是添加叠加 造句子 Westerners should not in super impose its value judgment on China 外国人西方人呢 不应该把他的价值观 叠加在中国的价值观之上 对不对 他们非常喜欢站在这种道德 重要点上 然后去judge咱们 去批判咱们什么人权问题啊 但是啊 他们可能就是以贫盖权 他并不了解整个国籍 具体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你不能做到的这种 super impose 在上面不断去施加 不断去添加 也棒 没错 好 那么在这儿呢 老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西方的价值观 尤其来主讲一下美国价值观啊 那也是我一直非常信奉的一个梦想 就是American dream 美国梦 就是American ego 它的这样一个 具象的这样的一个动物的形象 你看鹰是什么样的 就是它的目标性非常的强 目标性非常的强 那么美国梦的主旨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美国梦呢 他们就是 Exert Yourself 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 然后Trail Best 对不对 然后呢 去达到一定的目的 赚很多很多的钱 成为上帝的选民 In order to be chosen by the God 那么成为上帝选民呢 是他们这样一个毕生的梦想 跟毕生努力的一个目标吧 那么怎么样能成功的成为上帝选民呢 最简单的衡量方式 就是看你赚了多少钱 所以说 在他们的价值观当中 金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衡量的标准 没错 只要你肯努力 你就能够突破自我 赚取金钱 成为上帝的选民 成为受人尊敬的张员人 那么你看整个美国梦呢 分离早期中期后期 这样的三个部分 早期就是Gild Rush 什么叫做Gild Rush 没错 淘金热 对不对 那么那个时候呢 刚刚开发了这个美国的西部中部 那个时候呢 就会发现 哎呀 好多好多金矿被开发 比如说旧金山 盛放西斯科 San Francisco 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旧金山 当时就是一个巨大的金矿 那么那个时候呢 大家就认为 只要我付出体力劳动 去挖金淘金 我就可以赚得我人生的低筒金 这就是最早最开始的美国梦 那么中期呢 就是比如说 以Rockfeller 我们说石油大亨 Edison 爱迪生 发明电灯的 这样的科学家 Bill Gates Bill Gates为主的 这样的一些实业家 他们就是美国梦的中期代表 那么再往后呢 就是现代的 比如说Jox 乔布斯 扎克伯格 对吧 Zabert 他们就是当代美国的梦代表 这都是一些美国梦的经典代表人物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对于你了解历史 然后做一些阅读的解释 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 没有问题啊 那么这个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跟文化相关的知识 那么接下来呢 回到啊 回到这个 Pose 词根上啊 什么叫做Composure Keep Composure 比如说你见到你 这个新的爱豆的时候 是不是 然后就告诉你 Keep Composure 没错 它表示是镇定 你想保持镇定 保持镇定 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就要保持镇定 把你跟你的这个爱豆 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要控制你积极 对不对 Keep Composure 嗯 Comp OK 好 下面这个是 Discompose 那么composure 如果表示镇定的话 那么Disc 就是Not 不要镇定 不要镇定 这时候我非常的心虚不安 所以说Discompose 表示是 使不安 使不安 好 下一个是 Junked Pose Junked Pose 那么这个简单 这个就表示是并排的意思 我们说连词叫做 Conjunctive OK 那么这个Junked 只是并排 并排放置 叫做Conjunctive 并列放置 再过句子 When you conjunct Pose the two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当你把两个东西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出差别了 对吧 正版到晚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知道 差别到底是什么了 对吧 男同学可能在并息 系上买了很多很多东西 对吧 然后呢 你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 好小这个东西 怎么跟我的原版 正版比这么小呢 对不对 看出了差距 嗯 好 下一个次叫Transpose Transpose 指的是Wish的变化 变化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Pose放置 Trans 从A到B 把这个东西 从A这儿 放到B这儿 是不是就是 位置上发生的变化 Transposition OK 然后Trans 从A到B 从A到B 再往下 Propose Propose 是不是向前 去放置 所以说 你看 咱们求婚的时候 是不是单膝跪地 就是男性 然后呢 伸出你的一条腿 放到前边 单膝跪地 求婚 所以说第一次 是求婚 第二个意思 你如果说 你向前放置的是 一个建议的话 是不是提出 提议 所以说 你看这单词 可以连着进 我提议你俩原地求婚 我提议你们两个 原地求婚 那求婚就是 Propose marriage to somebody 对某人提出婚的邀请 那么什么叫做 Propose a motion Propose a motion Motion这单词 只是动意的意思 动意 没错 它指的是提出 动意 提出建议 Propose a motion 那么什么叫做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a toast 爱名所 它叫做敬酒 住酒 举杯 那我来说一下 同学们 Toast这单词 最开始 你看吐司吐司 面包 对不对 它只是吐司面包 Toast 那么由于最开始 这个古代西方 红酒酿造的工艺 还比较原始 所以说它会里面 有很多那种酸色的味道 那么人们怎么去除呢 就是喜欢把这个 面包Toast 放到酒当上去蘸一下 稀释一下 酒当中比较酸色的味道 那么后来呢 长此以往 这个吐司就慢慢形成 这个住酒的意思了 对吗 然后呢 只是干杯的意思 Toast 那么大家的动词就是 Propose Propose a toast Propose a toast 大家说的那个烤 叫做roast 你们说的烤的roast 你看肉肉肉 烤肉 roast 透透透 Toast 吐司面包 西式酒酸的味道 叫住酒 对吗 还有一个单词 roast 然后toast 吐司面包 放到酒里去住酒 好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 既然说到求婚呢 就把这个跟婚礼相关的一些单词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大家看到这单词 什么叫bride 这单词什么意思 没错 它表示的是 不是伴娘 那是新娘的意思 那么这单词 其实是它原来 对于它原始的形态 是bride的面包 那么这个单词 其实是bride的面包的变形 就说新娘结婚之后 回家做面包 是不是 西方它以这个面包为主食 新娘结婚之后 回家做面包 所以说有了这个新娘 bride这单词 那么什么叫做bride groom bride groom 是吧 结婚之后 就是爱情的坟墓 柴米文酱醋茶 酱醋茶 它都找到你了 没错 这件词指的是新郎 你看哥 有房嫁给我吧 是不是 你看新娘 哥有房嫁给我吧 一位新郎 好 什么叫做best man best man 最好的男人 都给我的新郎 去当了伴郎 是不是 你看这发型 你看新郎特别的尖 给自己整了个假刘海 然后请了一个这样的新郎 来衬兜自己的颜值 最好的男人 都成为了我新郎的伴郎 好 再下面 什么叫做bride maid bride maid 新娘的女仆 新娘的女仆 叫做伴娘 你看是不是 西方也是这种 文化上 也是这个 有男尊女卑的 这样一个趋势的 他也是性别不平等 对吗 最好的男人做伴郎 然后呢 这个新娘的女仆 是伴娘 OK 其实这点东西们 他还有这个 就是未结婚的 就是这个臭女的衣服 就是未结婚的女性 就是这种 怎么说呢 未婚女性 你看我们将说 这个 如果你要是结婚了之后 你是没有办法 给别人去当伴娘的 对吧 或者是如果说 你当伴娘次数太多的话 可能你就嫁出去了 未结婚的单身女性 给我的新娘做伴娘 bride maid 好 没问题啊 那早上来测试一下 这组单词 大家掌握的怎么样啊 首先 这张词还没讲到 第二个词叫做 Masmerism Masmerism 当了六四八娘了 那你不要再当了好吗 大英老师 真的害怕你的终身问题 没有完解决了 哎没错 叫做催眠 催眠术 我说Masmer 它是一个 这个奥地利医医生的名字 它发明了催眠这个术 事情 那么RSM 就是它所在的流派 催眠术 催眠 下面 Malaria Malaria 我们说 Malady 坏女人容易生病 那么生什么病呢 这个病就是 大家看到 IA结尾的一般都是表示疾病的这样一个后缀 IA结尾表示疾病的后缀 Malaria A指的是瘧疾 瘧疾 坏女人容易生病 Malady生的一个病叫Malaria 瘧疾 好 再往下 Depose 向下讽致 你被吓放了 你被流放了 银鼓塔 是不是在走一波 Depose 就是免职罢免 免职罢免 下面 Discompose Discompose 当我把你跟你的爱乐放到一起的时候 你就怎么样呢 Discompose 使不安 对不对 内心 小兔乱状 Discompose 第六个字 Propose 向前放置 向前放那一条腿 就是求婚 对吗 那么放一个建议呢 就是提议 然后放个腿就是求婚 放个建议就是提议 再往下 Sojourn Sojourn Shot journey 短途旅行 没错 短途旅行 就是暂住 就是寄居 暂住 寄居 好 再往下 Diurnal Diurnal 那么说Di呢 其实影视是Di这单词 天对吗 那么在Al之后呢 这就是白天的 那么在公平高扫时 这个单词的反应是怎么去评写 白天的叫做Diurnal 那么夜间的呢 叫做Nocturnal 没错啊 叫做Nocturnal 很好 好 再往下 Hybernation Hybernation Hi Beer 你好呀 小熊 这一单词呢 指的是冬眠的意思 对不对 因为熊会冬眠啊 Hybernation 好 再往下 第十单词 Malign Malign I may要 我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是不是 I suppose 指的是Bad 指的是Evil 那么Malign 大象是Language 坏语言 坏的语言 就是诽谤污蔑 对不对 诽谤污蔑 叫做Malign 好 没有问题 那么我看一下 今天咱们先讲这单词吧 因为再往下一组的话 再展开的话 就是时间有点太长了 咱们可以放到下一节课 继续给大家去复习 你怎么才来 我都下课了 然后咱们来说一下 今天咱们来制建一个打卡词 大家对哪个单词 印象没有深刻呢 还没讲的那单词呢 老师每次都不看你ID 是哪个东西 我看一下 看你ID啊 小熊冬眠 暖和 因为他没讲 好 那 古夏鲁马神话 推荐那本书 这个老师都还真的不是 专门去看书了 都是在平时 这个学习当中 无意当中 就学到 没有说专门去看书 所以说 这个我也没办法给大家推荐一本 特别特别好的书 Enchanted帮不了了 好 那我来定一个男子吧 咱们就用这个Toxic 好吗 就用这个Toxic来去打开吧 有毒的 当然了 你可以用这个 Malaria也可以啊 你看你喜欢哪个 可以吧 二选一 嗯 二选一 忘了will就是什么了 给大家付钱 我来告诉大家 will就是什么意思 will大家想的是with 这件次with表示是向后对吗 back 比如说你刚才学生 也能叫withdraw 向后拉叫取钱 对不对 你从那ATM机当中去向后拉这个钱 或是withdraw 向后拉军队 就是撤军 所以说wilt wither 它都有什么意思呢 它是都有这个 酷位的意思 酷位 withdraw 我没有在香港了 我已经回到 我现在北京 那边 现在挺危险 大家如果去旅行的话 还是暂时不要去了 好 给大家发个红包吧 谢谢大家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咱们复习的全部内容了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到我的这个微博来多多打卡 你打卡过程呢其实就是你来复习的过程是吧 你可以打一打就这样可能记得非常深的胆子 或者是你在讲单词的时候哪个单词想不起来了 你可以再去打一打然后加上你的印象 嗯好了那咱们下堂课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 下堂课见咯see you next time good night bye bye 晚安